六甲町頂頂環博中頂樓34項 近年以來車流量是越來越多 但是樓邊真的要做先回車是很困難 適合在去 中華館議員都不會邀請頂住前來回看 希望工作幫忙提案來討伴 讓交通更順序 民眾處理也更安全 來到現場議員是向頂住頂住鄉親的訴求 多數比幾出 這條路路面比較好 常常因為火車不容易造成交通打卡 希望工作可以幫忙改善 這個地方到每次我們開車的時候 都可以看到兩台車車一定要稍等 只要不稍等在那裡開著 就大家不上檔的時候就造成交通阻塞 而且這條稿希望工作這邊提一個案子 做高賓這個懸貝市的超過1.5米 讓道路能夠寬一點 讓兩台車能夠灰塞 最主要要做這條的必要性是 要因應我們明年這個 因爲處高法 如果要去擋江西州的時候 到時就是我們上方部的 這個交通的黑暗區 必須要有替代道路 到接到我們的這個新的 這個環核道路到張濱到61線 所以說這條是我們預備要做出來的 這個預備道路 對鄉親的訴求 甲智鴻標示 等其中的各個相關單位討論 趕快提案來改善 今天也特別 我們圖議員 還有王建平代表 還有我們法務省理長 共同來做這個規範 我們公所看完真的 現任也實在這個情形 廢測問題真的是造成 這個安全上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公所也盡快來提案 來向我們相關單位 來提出這個道路的改善 相信如果改善完 我們在地的公民 以及這裡的車廂出的 會更安全 多少被計算 這條道路改善之後 在來臺灣出卡 提案道路的時間 也能先為替代道路 將可以由好手 跟電環本的交通總控 新中華新聞創中青六幹 彩虹波德